为什么要这样做 被蓝心梅掌握的林心如真的没有怨言吗 当年林心如参加蓝心梅的节目女人我最大 其中有一个游戏环节 需要她按照指示卡上的内容进行表演 扮演一个被扇巴掌的角色 看到内容后蓝心梅一直在说 我怎么可能打得下去 就是借位啦借位啊 我们没有在借位 表演开始后 随着化身暴怒的母亲的蓝心梅一声嘶吼 一个巴掌窃窃窃实实打到了林心如的脸上 她脸颊上的肉在镜头下 可以清晰地看见被打的颤抖 然而被打的林心如却在表演结束之后 笑呵呵地拥抱了蓝心梅 被问到是否被吓坏的时候 四十几岁已经是孩子妈妈的林心如 却撒娇嗲声嗲气地说 有吓一跳 之后就有说有笑地继续进行下面的环节 不少观众看过之后都说林心如太作作 还有的人骂她欺乱怕硬 因为蓝心梅在台湾娱乐圈实力雄厚背景强大 所以她不敢给人家甩脸子 如果碰到其他嘉宾 林心如一定不是这个反应 一时间对于林心如的人品的问题 网友们众说纷纭 后来有人扒出早年间林心如参加过康熙来了 当时她就被同学爆料说 我觉得她蛮皮的 她常常做一些很奇怪的事 比如说 比如说上课的时候 然后她就是要吃泡面 把人家便当打开给她吃 吃了差不多 然后就说不知道 对此林心如本尊不但没有不好意思 反而一脸笑容的回忆说 台便当嘛 然后我们很坏就是台便当会看到别人 你是6号 我是7号 我们是连在一起的指日生 所以你们俩一起吃啊 就打开人家便当 然后偷吃人家好吃的 再来把它盖回去 而且还是专挑肉类下手 吃过之后 她还把它稍微扑一下 做成没有被动过的痕迹 好像没有下过手的痕迹 对 然后还会把它稍微扑扑一下 那你下手的通常是哪些东西 肉 肉 你爱吃肉 即便被发现 被同学问林心如也表示 我会承认 大家也不知道是谁 天哪 看到这里很多观众已经觉得很难接受了 大家都觉得已经上了中学的孩子 已经有一定分辨是非的能力了 做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过分 而林心如做的出格的事还不止这些 在同学口中 这个有些痞的小女孩 还因为老师对她的严厉管教 而到校长那里去搞黑状 说老师违背了学校的教学要求 被问到那个老师后来怎么样的时候 林心如毫无愧疚面带笑容的说 这老师都说你们不乖啊 你们考试考不好啊 他其实也没打 他只是拿那个笔 这样子打而已 然后我们就跑去跟校长投诉 那这个老师呢 就没有说到下个月的下一期的聘书 年轻时的无法无天 可以说是青春的叛逆 成年之后对自己曾经做过的错事 丝毫没有悔过之心 这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这件事被大家知晓后 林心如的观众缘再次下降 可她自己却好像非常喜欢 将自己的胡作非为公之于众 上鲁玉的节目时 林心如爆料完自己陷害老师的事情 还讲述了中学时期 曾把男生们写给她的情书 张贴在班里布告栏上的事情 林心如回忆这段的时候频频发笑 但观众却觉得这种做法很不礼貌 很不尊重人 这种相当于曝光别人隐私的行为 实在没什么好笑的 环珠格格中夏紫薇 温柔闲境直书达理 满腹才情思维缜密 但现实生活中的林心如却反差极大 据悉她不但在学生时代 做过许多出格的事情 成名后参加节目时 更是屡次口无遮拦 不计后果什么都该说 牧村结婚的时候 当然是一直羞辱功臣镜像 她也是 应该不是她的小孩吧 这是记毛 明星追星有多疯狂 林心如曾表示自己从中学时代开始 就非常喜欢牧村拓栽 后来听到偶像结婚的消息后 直接气到爆炸 她的同学更是直言 她发现报纸登了 牧村结婚了 她难过到不吃晚饭 然后很去洗澡 然后很气 气死人 然后一晚不睡觉 后来听说公腾镜像怀孕 林心如还私下里羞辱人家 觉得人家是打了排卵针 用计谋设计牧村拓栽 让对方不得不娶 应该不是她的小孩吧 这是计谋 她还说她去打那个排卵针 让自己怀孕让她娶她 而且搞不好小孩不是她的 早晚会离婚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是工人议论他人的家事 还把自己的习物表达得这么明显 网友觉得这不是明星该做的事 这根本不是正能量的传播 林心如还曾在某节目上爆料 眼环珠格格时 尔康演戏是太用力 尔康她演戏是真的很投入 用力 对很用力 因为每每戏到她那边 她就是会你知道 她一个人会很矛盾 就是死不 死不我的宝 镜头拍两人侧脸的时候 尔康就把她从侧脸对着镜头 一直遥望到后脑勺对着镜头 尔康 尔康 然后你头就不见 身后脑勺在后面 这是阴谋吧 这是为了让自己露出正面来 对不对 被问尔康有没有转黄阿玛的时候 林心如笑着说 那不敢那不敢那不敢 亲密皇上 一直把皇上翻过来 紧接着被问到拍吻戏的时候 尔康有没有尝试伸舌头 林心如的回答是 我闭得很紧 对啊 但是那个我是连嘴唇都是这样子的 啊 那他应该会看得出来耶 对啊 所以就 我觉得吻得还蛮假的 这样一番似是而非的话 让人听完之后 很难不会对饰演尔康的演员产生反感 参加综艺 亲爱的客栈时 被问到目前最不能接受什么事 林心如曾直白地说 可能有一天不能接受的是 我演女主角的妈妈 那我就不会演了 我努力20年 我觉得我可以松口气了吧 这话一出 不少网友都想到了 那个明明一把年纪满脸皱纹了 可非要搭档当时小鲜肉焦恩俊 出演年少青春的女主角的西门大妈 为此不少网友便开始狂喷林心如 四十几岁还妄想演青春美少女 难道不知道自己多大了吗 说起林心如的昭黑 她的婚姻可以说是巨大的诱因 因为和林心如结婚后 霍建华就很少出现在大家面前了 所以很多网友都觉得 是她害了霍建华丢了工作 其实不然 只是因为霍建华经纪人离职了而已 而且霍建华对于剧本也有一定的要求 不会随便接 所以才不常出现在大家眼前 明星与前任分手后同框会尴尬吗 林心如和林志颖分手后 两人第一次在镜头面前同台 还是因为林心如代班小S担任康熙来了的主持人 因为林志颖超级喜欢机车 所以随她一起来做客节目的 还有一辆很酷炫的摩托车 可面对蔡康永的询问 林心如却表示 我不喜欢 这种傻帅的摩托车吗 我很讨厌 非常讨厌 为什么 我觉得傻什么帅 你这样会飞吗 就是很man啊 我不觉得 为什么 如果在我的 你现在闻到空气中的那个汽油味 不会觉得很兴奋吗 我不会 不过如果在我的话 我会觉得很丢脸 因为可能大家都会看你吧 老的一旁的林志颖十分尴尬 不过好脾气的林志颖并未做反驳 反而是尽量保持礼貌微笑的站在一旁 之后推销手表的环节 林志颖甚至还热心的上前帮林心如戴了手表 这样看来 虽然林心如略微有点情商低 但他们之间的氛围似乎不错 并没有因为分手就闹掰 而林心如结婚后 还曾与林志颖同框过 当时是在某品牌的活动上 两人很大方的坐在同一张桌子上接受采访 面对记者不断地追问前男友和前女友的各种问题 他们都看得很开 很耐心地回答了记者的问题 还跟记者们开心地说笑 那你会建议被媒体冠上前男友的这个标签吗 那他也会被我冠上啦 彼此啊不是都一样吗 对啊 林志颖大方表示他太太也来了现场 并表示他和林心如之间是因为工作才分手的 任何什么情仇是干嘛什么都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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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没有 就因为距离大家为了为了为了彼此的工作在努力 对对对 二人之间并不存在什么神仇大恨 所以没什么不可说的 他们不会记恨对方 林心如也爆料结婚后霍建华的车曾出现过问题 当时他主动请自己帮忙联系林志颖咨询 但因为要帮两边传话很麻烦 于是林心如就让这两个男人自己聊 我就问完然后他回答完 然后我就再给他听 然后他讲完感觉说很烦 我说你们自己留微信 然后就他们自己联络了 对 然后从此之后就变好朋友了 对 自此之后这两个前任和现任之间就互留了联系方式 并因此成了好朋友 两家人也经常一起看演唱会 或者参加其他家庭活动 关系非常好 被记者问到霍建华和林志颖是否经常联系时 林心如拼命点头表示肯定 并且说 你们多 拜托 他们每天都会早安的那种 对 我先发了 发他比跟发我多 霍建华和林志颖的关系确实非常好 林志颖参加综艺时 还曾打电话给霍建华 电话一接通 林志颖就称呼对方为小货 喂 喂 小货 我在录真人秀 哦真的 对啊 一直要邀请你来 你又不来 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作家 前段时间林心如主演的华灯出上 可以说惊艳了一大批观众 大家纷纷直呼 没想到他的演技这么好 所以希望接下来 林心如能够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 给大家贡献更多经典的好作品 而不是哪些黑料 我们先拿到一条刷目 我先拿到一条刷目 我先拿到一条刷目